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柔斯密市市长比尔·拉孔 副市长玛格瑞德·克拉克 市议员李志等民选官员与来自洛杉矶县圣马利诺 柔斯密市警察局与各分局警官和各社区工商 企业界代表近百人出席 秘书长及知名律师邓宏主持了当天的活动 回想到1992年罗杭基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 就是金恩案子 Bronny King的话当时一个非洲一的驾驶人员 以后还被警察拦的时候 警察一追 一单子追了下来之后 以后对这个非洲一全打脚踢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争议的话 就是当时警察在全打脚踢 金恩的时候的话 有Videotip录下来的 这个录像带的话 引致了非洲一社区的很大的不满 尤其当市民警察在Semi Valley被指控 这个时机无辜自免的时候 这个案子被判罚不罪 这个案子宣布出来之后 非洲一社区马上发生的暴断 其中一个口号就是 No justice, no peace 没有公平就没有安宁 在这种情况之下 非洲一社区里面的话 发生了很大的暴动 罗湾基暴动1992年发生 在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韩伊 华伊的乡下受了很大的波及 在这个案子之后 我们现在担心的话 就是Rickson也同样发生这个暴露案件 固狼的案件的话 可以很不幸里面的话 现在只能靠现场重建的工作 就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警方他本身的 他有这个解剖的报告 后来的话 富郎家属找到了李昌毓博士 李博士的话推荐了 这个以前纽约的厌食官办公室 做了第二份的厌食报告 这是家属的 在昨天的时候的话 那个家属所聘请的专家 已经宣布的话 有可能有不当的设置行为 尤其在头部的这个子弹 那现在 欧巴马总统 要派司法部的部长 Hodden 然后亲自到明天的时候 礼拜三 亲自到 Rickson的地方去 要进行第三波的联邦的调查 在这种情况之下里面 联邦政府的参与 可以看得出 就是当年罗涵基暴动 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罗涵基警察局 被发现无罪的时候 也是联邦政府再度起诉了 这个警察才平失的 这场警察跟非洲一社区的冲突 在菲克省这个地方里面的话 非洲一战大多数 但是的话警察局的话 还是在大多数 所以警察跟民众的社区的联络 非常重要 尤其现在我们Tempo Station里面 包括的范围 有Rosemite Tempo City South El Monte 还有North and Gabriel South and Gabriel 还有很多地方的话 都是华人居住超过一半以上的 跟警察保留 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 非常重要 毕竟华人社区里面 我们很多乡家 以前经常受到的帮派分子的威胁 受保护费 因为乡家不敢报案 很多时候的话 很多华裔的民众担心警察跟移民局配合 来查身份 有很多没有身份的民众不敢报案 所以这些议题的话 在过去十多年 二十年的话 Tempo Station的每个警察局局长上台的话 都会跟华人有一定的高空 在以前这个克里面被转走之后 在上个月 罗亨基县警察局派了这个Modent 来接任Tempo Station 来进行担任这个局长 冯局局长的职位 因为冯局的局长的话 他有两百多个警察 是由他调派的 所以怎么资源的使用 非常重要 我们华人社区所担心的几个问题 就是居家的安全问题 尤其在Industry Station KD最近不断爆发了这种日务抢劫 街道抢劫的案件 所以我们怎么样反映华人社区的需要 要求警察局调派足够的资源 来服务我们华人社区 这个非常重要 Modent Captain的话 上个月我跟他见个面 他也跟我解释了这个背景 他的背景 他在县警察局服役已经有33年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以这个实习生 在高中的话就开始参与了这个实习 后来的话 考进了罗亨基县警察局的培训班 他毕业之后的话 一直就是从基层纯螺开始 后来的话 在技术科 然后在托磊森的 Muthandia 然后最近这一年多的话 他在总部担任了这个 Scarp局长的助手 我们也知道李贝卡 退休之后的话 John Scott出任局长 将来11月份的话改选之前的话 这个Scott都是局长 Modent Captain的话 他一直是他的这个总局长 Scott里面的新边的助手 所以对整个警察局的管理 他还是有经验的 我们也希望的话 他有当我们提出来 要跟华文媒体见面 跟华文社区结束的时候 他很乐意 也希望的话能够 多跟我们华文社区互动 也希望的话 我们华文社区 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能够随时跟Temple Station里面沟通 所以我希望的话 这个Temple Station的局长 在Modent的领导之下的话 能够继续替我们华文社区 提供更好的自然服务 谢谢